了解了G偶数运算的相关性了之后 那当然接下来咱们就要来看看 这些性质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考题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3加5加7加9加11加13加15加17 这八个奇数的核最后加完 结果到底是奇数还是偶数呢 我相信啊对于咱们的很多同学来做的话 你看这不就八个数做求和运算吗 那我就把核算出来吗 算完之后是奇数还是偶数 是不是就可以给出来了 这可能也是在最开始同学会提出来的 对吧这老师到底今天是讲计算的 还是讲旧偶数的对不对 好那好的那么咱们就算要算 咱也得有点技术含量吧 咱就从左往右读个家吗 凑整二 非常好 哎哇塞不错哦 咱们在以前讲过对吧 加法一定要注重的就是那个凑整运算 像这个3我一定要跟谁凑在一起呢 7或17 我们可以凑成7或者是跟17来凑 这都是OK的 那当然了到底这里选择的是7还是17呢 我们通过其他的本数字来看 如果我3跟7来凑 核是不是就是10 3跟17凑核是不是就是20 好咱们放一边 咱们来看5 5只能跟谁凑呢 15 你发现只能跟15凑吧 核就是20了 哎 那你看5只有唯一的一个做法 就只能跟15凑核是20 那就可以17吧 3跟17凑完也是要20 咱们说啊 分组凑整的目标 是不是希望我们括号里算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或者都是0 这样的话 我再来做计算 是不是会容易很多呀 所以咱们就3跟17凑 然后5跟15凑 7跟13凑 9跟11凑 发现这两个数分成了这样的四组 每组的核算完都等于20 那么4个20加完 当然结果就是啊 80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办法就直接算呗 算完的结果就应该等于80 所以最后的结果 当然这个核就是一个偶数了 我把答案都算出来了 机偶数是不是一定是我说的算了吧 但还是一句话来给同学 那如果咱没学机偶数之前 这么做 OK 莫问题非常漂亮 但是学了机偶数之后 是用到咱们机偶数的运算规律了吗 也没有吧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万一如果知道题目给出的数非常多 大家都能明白这一点 对吧 我给你100个数 3万个数 2亿个数 给我这样的求和运算 你告诉我核的结果是机偶数还是偶数 这个很明显都知道 加起来今天很困难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看看第二个办法 怎么样能公平用机偶性来进行相应的判断呢 那在这里面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的数都是 基数 基数 那么我们刚才做的运算 是不是都是两个基数相加 结果是啥 咱是知道的吧 对 那在这里面有八个基数 那整个加在一起是多少 这个我现在可能不能一步到位得到 那我就怎么办 两个两个 两个两个来算呗 对不对 而且如果你把这个数只从机偶性来判断的话 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 你就不需要把三跟十七去配对了 我就三跟五配对 因为这两个都是基数 三和五这两个基数配在一起 加完的和一定是偶数 好接下来 再来下一组 七和九 两个基数配对完和一定还是偶数 那十一和十三加完和一定也是偶数 十五和十七加完和还是偶数 也就是大家通过这里会发现 当你用基偶性来做一个运算的时候 你压根就不需要关注这个数多大多小 应该跟谁去凑整 我只要关注你是基数还是偶数 然后只要算出你们的和是基数还是偶数就可以 至于你们和是多少 我也不用去管 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好了 那现在就是四个偶数在做求和运算 那这个同样也很简单 两个偶数加完和肯定还是偶数 这两个偶数加完和还是偶数 好了 那么最后再来两个偶数相加和呢 偶数 当然就一定是偶数了 所以对于下期来讲 我们的第二种做法仍然也是分组 只不过我们把它分成四组按顺序 两个一组两个一组 每一组都是两个基数相加 所以最后加起来的应该是四个偶数 四个偶数再来做求和运算的时候 你再两个两个去加 最后会发现结果仍然会是偶数 所以我们最后这道题的结果 就应该等于偶数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么这道小题 最后的和是基数还是偶数 两个办法都就要出来了 同学们来看一下 能明白了吗 那在这里你会发现 第二个做法的好处在意就是 我数避开了这个数的大小 对吧 也不禁算最后的结果 我只要知道 你算完的答案是基数 还是偶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题 能明白了吗 OK 没有问题的话 不要着急 我们还要再来一个小小的比较题 来 我们看这道题 3加5加7加9加11加13加15加17 再加19的和是基数还是偶数呢 当然了 有了第四这个题 当然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不是刚才那条题 sorry 第三条题那就很简单了 前面咱们算是3579 11 13 15 17 咱们都知道和是80 再加了19 答案就是99 所以这个和一定是个基数 或者也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咱们知道前面的八个基数 是不是两两一组 算完的结果 是不是应该是四个偶数 最后这四个偶数的和算完 一定也是一个偶数 再加上最后的这个19 19是个基数 所以偶数加基数 最后的和就是基数了 哎 那这里出了一个问题了 各位同学 这个算式跟刚才的立体的算式相比 是不是都是一堆基数 在做求和预算 为什么结果是不一样的呢 你看前面是3 5 7 9 11 13 15 17 而下一组 是不是在这个基数上 又加了一个19吧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再来 如果你在19基数上 再加一个21 或者再加一个23 你会发现 他们和的基数数 是不是又会发生了改变 那为什么都是基数在求和 这个怎么结果还不一样呢 个数不一样 OK 非常好 相信咱们回头都能看得出来 那是因为你看 第一组是几个数啊 8个数 11组是8个数相加 这一组呢 应该一共是9个数 如果你再来 加21又多了一个数相 那就变成了10个数 当然再往下就11 12 那你会发现 8个数或者10个基数相加 和最后算完一定是个 偶数 如果是9个数 或者11个基数相加 最后算完结果 和就会是一个 基数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如果是一堆基数 在做求和运算的话 最后这个和的基有性 其实是跟什么有关的 跟这些基数的 个数 个数是不是有关的 如果这些数的个数 像是8个10个 这样的偶数个 那么和就一定是个 偶数 而如果这些基数的个数 像什么 是一个呀 三个呀 五个呀 七个 是基数个 那么和就一定也是一个 基数了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我们基偶数的加法 运算的一个 很拓展的性质 那这个性质就是 基数的个数 是偶数的时候 它们的和 就一定是个偶数 而如果你在做 求和运算的时候 基数的个数 是基数的时候 它们的和 就会是一个 基数了 就是